大家好,我是Hidy 上個月拍了每月是什麼 今個月回來我們的每月用什麼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這兩個月我用了什麼 買了什麼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首先要分享的是我現在戴這頂Catmau 它是來自Nike的 買了之後真的很喜歡 整天戴,因為它很縮的臉型 我想小了有三分之一 我現在脫給大家看看 是否立即闊了,整個魚蛋 例如我平時弄一弄頭 是這個樣子的,大家看影片都會習慣 但是真的一戴上去 然後可能繞一繞這邊的頭髮弄一弄 我已經是這樣縮了進去 是立即臉小了 重點,它只需要169元 它的設計很普通 一個黑色的Catmau 上面寫著,just do it 我喜歡它這個地方 就不只是一副 它的副在後面 它可以調整大小的頭髮 然後一戴上去試戴 馬上買 除了買這頂Catmau 我還買了一頂圓膚帽 它是淺灰色的 現在有一點反光 是白和灰的中間 它是有一個Nike在上面的白色 我覺得它的模型是做得很好的 大家看旁邊就知道了 它不會向橫 或者向到很高 好像小丸子那些學生母 亦不會太多遮蓋了視線 所以它是做到一個很好的遮太陽效果 然後看上去也很漂亮 顏色很好,配襯衣服 除了這頂灰色 阿金生抄了我 買了同款的不同顏色 這個卡奇色 戴上它也是很漂亮的 它是非常非常容易配襯不同的風格 售價只不過是199元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Nike購物看看 下一個要分享的 是由一開始我覺得半信半疑 不是 應該說我是完全不相信它 到現在覺得它很神奇的一件事 我手上這個益生菌 它是來自Proven的瘦身排毒配方 大家可以認住瓶上面這個圖案 因為它有很多種不同的益生菌 大家都知道我是很提倡做運動 以及控制飲食去做到一個減肥的功效 所以剛剛收到它的時候 我會覺得 嘩 又會這麼簡單 吃過益生菌就可以減肥 我做這麼辛苦的運動來做什麼 我為什麼要去控制我的食量 然後 說真的 在我身上 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功效 因為我真的有做運動 平時吃少些東西 有時候吃代餐 再吃完它 就感覺不到的 但是 我媽媽跟我一起吃 她吃了兩個月之後 躺平也減肥 她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沒有想過它有效 所以沒有拍什麼前後 給大家看 她的膚頭是鬆了很多 不要想著吃它 可以由200磅馬上變成一個23寸腰 是不行的 就是說 你要有肌肉 你要結實 它都幫不到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冷一點 可能清淡一點的話 這個真的可以試一下 我沒有試過有一個減肥的產品 令我覺得 它真的可以輕鬆地做到一個效果出來 我誠邀了當事人過來接受兩句訪問 有請 我當時也不是很相信這些東西 我女兒叫我吃這一瓶可以減肥 吃完之後也不覺得 後來吃多兩三天 就開始覺得 哪有這麼快啊 兩三天 就是兩三天 兩三天之後 但吃完之後也有她的廁所 但她的廁所不是柯的廁所 可能她就是清淡我裡面 然後一邊吃下去 就被我女兒發現了 咦?你怎麼了? 沒有肚腩 我也感覺到沒有 不過就不是說全部沒有生 小了一點 好吧 多謝你的房間 它裡面是這一種膠囊 都蠻大粒的 如果你不喜歡吞藥丸的話 就有一點點辛苦 但是它沒有味道 對 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來到第三樣 都是這個月覺得很神奇的 大家看看我的虎紋位 如果不笑的時候 沒有了 它消失了 然後我訂回來 我都沒有想過 在這麼短時間可以改善到 就是靠一個美容兒 它是來自一個牌子 叫做Zip Z.I.I.P 一看樣子 我以為是做jaw line 就這樣做一些輪廓 因為它是微電流的那種 誰知道呢 它有很多用途 無論是虎紋位 眼位 然後額頭抬頭紋 令到你下垂的地方 可以提升 它都可以做到 很簡單 又不需要 去扭著條線 是充完電 之後呢 也有一個小袋子 我帶去長洲 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到 帶去Staycation 都沒問題 這部機是可以配搭 它們自己的app 然後一按進去 Login了之後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program 有些是full facial 然後有些也是針對性的 配合這支golden gel 它不是很gel 我覺得偏油的 因為你推開了之後 這個感覺是可以整個treatment 它都不會吸收了 又要補 又要再塗過 它每一個program 預設的強度都會不一樣 例如contour會是3 然後今天在手上做 我就會做一些比較mild的 例如去到下面這裏 這個是1 那我就開始 他們match好之後 就會有個時間 用來塗 gel 我先 skip它 當它接觸了皮膚之後 你會看到它會亮燈的 然後呢 偶爾會有少少的震動 是看哪個program的 然後呢 你會感覺到有好眉的眉電流 因為這個的強度是1 所以就不太大感受 如果強度去到3 那些的話 你就會感覺到的了 當我完成了這個treatment之後 我會用洗臉筋抹的 或者現在用紙巾一抹 已經不會有油膩感 不會上面有一層膜了 是很清爽的 雖然它的單價比較高 但是可以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令到我的法力紋有這麼明顯的改善 它都真的挺厲害的 大家都明白去到某個年紀之後 可能很多不同的肌膚問題浮現 有細紋 乾紋一出來很難收回頭 下垂、鬆弛 例如抬頭紋 它都是有辦法有不同的program 配合它們的golden gel 是做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的 特別是大家要持之而行 不要說做一次就馬上 嘩!沒有了 然後緊緻了 不可能的 但是你買了之後 你繼續用 真的會看到的 我純粹是無緣無故用了一個星期多些 我照鏡的時候 咦!為什麼它會購買出來 沒有了那條線呢?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也會有八字鍵的 放在info box那裡 大家可以看看 之後要分享的是一本colorcon 它取締了fifi ring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成為了暫時 現在最愛的隱形眼鏡 給大家看看 我在conggo into your eyes買的 價錢是140塊有10片 它是有少少像fifi ring的 外面也是有個深色的圈 然後裡面有顏色的 為什麼它會贏了fifi ring 就是因為它的顏色做到一個很有靈氣的感覺 戴上眼後 它比起fifi ring更加自然 好像天生瞳孔就是這樣的大小 沒有明顯的放大效果 但是它做到一個很清澈 很通透 很有靈性的眼神 好像你天生有一種清純的感覺 它是很好配搭素顏 或者化淡妝的時候 真的很不混濁 也不像外來的colorcon 給到的效果 好像天生就是一個這麼清透的眼神 所以它真的打敗了fifi ring 唯一就是我戴它的時候可以維持到8-10個小時 fifi ring可以上升到12-14個小時 就看看我當天要戴con的時間長短 通常8-10個小時我都覺得是足夠的 大家真的可以試一下 它是一個不是太熱門的品牌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 然後要分享的這件事也是關對眼視的 就是電熱睫毛器 我已經很多很多年沒有用過睫毛夾了 自從買了panasonic的這一款 應該是10年前買第一個 大約是100元左右 然後幾年前用殘了 我再去sogo買同一款 都還是98元 它是完全抗通脹的一件事 然後兩個幾月前 我就在IG購買了這個韓國牌子 我忘了是哪一個牌子 我放了一張圖 在這裡 其實兩個我打算一個放長洲 一個放在家裡 非常方便 不用經常拿來拿去 會忘記 如果一定要讓我選擇一個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panasonic 因為它那個尺寸 我這麼多年實在用慣了 但是韓國這個的確是比較小顆 然後帶出去 如果眼睫毛卡了 你可以馬上 它又不用充電 出道街沒有電 還可以出去買一個3A電 就可以了 然後它的全熱 亦都是比panasonic 的 panasonic這個 大約要30秒左右 然後韓國這個 十多秒 它已經是比較熱的 可以馬上令到 睫毛彎一點 但是它的最熱 都是不夠panasonic 所以panasonic的持久度 我覺得是會好一點 接下來我是計劃了拍新一集的 新玩意 因為收集了很多新的化妝品 但是今天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很喜歡 今天都有用的 這個胭脂 是不是好像皮膚透出來的感覺 完全沒有界線感 沒有粉感 而且它是很持久的 怎樣擦呢 它也不會掉的 就是它 Laura Mercier最新出的Tinted Moisturizer Blush 有兩個顏色我也是很喜歡的 Corsica 還有今天用的這個就是Provence 這個是深色的Corsica 但是一推開 它也是很透的 是不會說很飽和 然後很難延展 一塊塊很容易set好了 然後就已經推不走那種 它脫下口罩的情況不嚴重 到一天下來 你還會看到它的顏色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 它是新手都可以用到的 不難用的 亦都不會推掉那些底妝 而我今天用的這個Provence 它就會比較淡色 自然一點 我現在手曬得很黑 所以就說不到自己白淚透紅 唯有黑淚透紅 真的好像做完運動那種 紅潤感的感覺 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在我面上 是不顯毛孔 是不顯毛孔的 這一點我是超級無敵喜歡 我不知道它在油肌的表現是怎樣 但是如果同樣是乾肌 用粉狀的胭脂有時候 皮膚不太好的時候 一掃上去會很容易現毛孔的話 這個它是不會的 它真的很貼服 在皮膚那裡 很自然 好像天生的紅潤一樣 來到最後 我想雜思廣益 大家如果有看上個月的影片 應該有發現我有一邊的眼皮不同了 平時你看到這麼深的雙眼皮 其實是三眼皮 然後現在這邊 我是貼了雙眼皮膠紙 去撐起三眼皮 因為三眼皮不見了 它變回雙眼皮的時候 一邊闊一邊窄 但是我覺得現在用的雙眼皮膠紙 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一款 我現在用台灣的勃勃小姐 因為她這款比較短身 我不需要由頭到尾都是雙眼皮膠紙 我只需要中間這裡貼著它 然後就可以撐起三眼皮了 它的長度是完全適合我所有的要求 不過如果化妝前用 它是上不了眼影 無論是啞光、閃粉、珠光 一滑上去都是跳過的 然後如果上妝之後用 它就更加明顯 一看就知道你是有用雙眼皮貼的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見過一些更加隱形 又是比較短的雙眼皮貼 可以推薦給我 好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就來到這裡了 這兩個月我真的存了很多很喜歡的東西 很想跟大家去講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究竟我應該是隔著每月吃什麼 每月用什麼 還是像以前那樣 集合在一起上個月 變成一個特別版 大家也可以給我一點點意見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要Like 還有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否則是錄更新 以及星期日更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